1973年开国少将在家中下水道上吊身亡 周总理亲自过问都无法查出真相 让人不解的是 这名公安部长年少成名 23岁入党 新中国成立后 他立马荣升政治委员 不管家庭和工作都处于人生巅峰 那么一个正部级高官 为何会在生殖前突然身亡 这位部长身亡的背后又有什么秘密 1973年10月22日 几名维修管道的维修工人 走进北京公安机关的一户大院里 这户大院里当时住的都是国家高层的领导人 他们几个不敢懈怠 合力将东南角的一处井盖掀开 北京的冬天是格外寒冷的 所以基本隔两个月 他们就会来维修一次供热馆 因此这也是一次例行检查 一名工人轻车熟路的戴着手电筒 沿着扶梯往井底下攀爬 老于今年夏天还修过这个井道 在井外等待的众人也没有多想 然而突然的一声尖叫 让众人不由得将胆子吊起来 死人了 死人了 众人立即将惊恐中的老鱼拉回地面 接着拿起手电筒往井底深处探去 只见有一个穿着绿色大傲的男人 半跪半躺的靠在井壁上 他的脖颈处还吊着一根绳子 可能因为时间已久 绳子已经嵌入了模糊的血肉中 绳子另一头则被拴在供热馆道上 这时候众人也闻到了一股意味 几个工人此刻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根本来不及修理馆道 转头就落荒逃跑 紧接着北京公安就接到了报案 当时接下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有三人 分别是公安部长李震 副部长于桑和办公室主任刘富之 不过奇怪的是 这三人同时接到了消息 于桑和刘富之立即做出了回应 唯独部长李震没有丝毫回应 两人也没多想先赶往事发现场 然而不查不知道 于桑一到这来 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冷汗直流 只见管道中的那具尸体已经略显萎缩 单只看死者的轮廓 于桑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公安部的部长李震 他抱着侥幸的心理 命人立刻将李震从绳索上放下来 抓紧赶在第一时间抢救 然而现场人员经过初步勘测 发现李震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尸体发应 再加上散发出来的异味 恐怕李震在一天前就已经身亡 李震 河北人 今年59岁 家中有一个女儿 据街坊邻居口述 李震夫妇平时相处和睦 对待工作也一直是兢兢业业 因为部长的身份 人际方面也如鱼得水 别人想八戒都还来不及 所以如果是他杀 那完全没有合适的理由 可既然家庭和睦 工作也十分的顺利 自杀就更说不过去了 下水道里 惊陷公安部部长的尸体 周总理亲自过问 都无法查出真相 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1973年10月份 北京公安部同往常一样 召开会议 各个机要人员陆续到达会议厅 却迟迟不见 公安部长李震的身影 与此同时 一名战士急匆匆的 走进周总理的办公室 向他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 周总理接过报告后 眉头紧皱 而报告上的内容 也着实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公安部部长李震同志 意外身亡 死因一直没有查清 自从消息传出去以后 各种留言 就在北京的机关部门里传开了 有人甚至认为 这与国民党特务有关 也有人觉得 李震在外面与人结了仇 尽管众说纷纭 却没人相信是自杀 而周总理也认为 此事实在是蹊跷 立马下令 务必要将此事彻查清楚 给党和人民一个交代 随后又紧急召开了一场会议 商讨如何找出杀害部长的凶手 这时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放平手掌 不动声色的对周总理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周总理瞬间领悟 这件事怕是没那么简单 为了尽快调查清楚 他推掉了下午去拜访 朝鲜领导人的行程 将这件事 全权交给了华国锋调查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任 华国锋也是十分惊讶 毕竟 还有很多比他更专业的公安人员 然而他仔细一想 又明白了 如果是专业人员去调查 阻碍也越多 而让意想不到的人去做 自然没了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华国锋也感觉肩上的责任重大 答应周总理后 就立即开始着手调查 并保证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周总理又另外指派了几名公安部的核心人员参与进来 其中包括周忠 于桑 杨德忠等人 华国锋担任总负责人 会议结束后 专案小组立马启程赶往现场 搜寻第一手证据 而现场中最可疑的证物 就是勒在死者伯径处的绳子 小组也调查清楚了 这是李镇办公室用来挂窗帘的挂绳 不过令专案组意想不到的是 除此之外 他们还在李镇的随身物品里 发现了一瓶安眠药 开国少将在下水道中上吊自杀 根据现场和勒痕看起来更像自杀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意外 还是一场谋划 几名维修工人 到北京公安的一处大院 修理下水管 竟意外发现 供热管上悬挂着一具尸体 而这个人正是公安部长李镇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 国民党特务在暗地里也层出不穷 比起自杀的结论 大家更偏向李镇是被暗杀的 可说到底 这只是猜测 毕竟没有证据能证明 这起案件与国民党特务有什么联系 既然没有证据 华国锋一干人 也不能随便下结论 因此 众人先按照他杀的假设 来排除嫌疑人 首先 嫌疑最大的是李镇的同事 而理由很简单 能拿到公安部窗帘挂绳的 只有可能是公安部的内部人员 但遗憾的是 经过调查和监视 他的几名同事 最近从未出现异常行为 并且在案发的时间段里 他们也有充分的人证和物证 证明当天 他们都在处理公务 抛开是身边人作案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有人偷了刮绳 随后用安眠药制服李镇 这也被当即排除 安眠药作为破案的工具 嫌疑人绝不可能会将它留在现场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推测 既能轻松拿到刮绳 也带不走安眠药 就只有李镇本人了 有了这样的猜测 专案组便按照自杀的思路 继续调查 很快 公安部就从家属的口中 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根据他的秘书回忆 在李镇出事的前几个月 他一直要为上交的报告 感到焦头烂额 由于形势紧张 当时全国的许多部门都要交报告 而在公安部的内部 大家的意见也经常难达成一致 甚至有人直接在会议上 和李镇发生了激烈的声吵 而李镇身为公安部部长 对于这些报告和手下人员的作风 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段时间 他整个人的精神都变得紧张许多 和家人也说出一些答非所问的话 只是那时并没有人太在意 还以为只是工作太累了 经过多方面的调查 专案组发现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 李镇却为了公安部的团结 始终没有将此事上报 最终再加上对死者迹象的医学证实 李镇的死讯只能被如实公布于世 1974年 周总理主持召开了会议 为他举办了正式的追悼仪式 而李镇同志 曾担任过公安部的部长 军衔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 是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的人民英雄 或许这些是导致李镇死亡的原因之一 但我们相信 真相永远都会浮出水面 让我们向英雄致敬